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你的名字 大家好,我是你的名字 今天我的朋友是来自大陆的 所以我们就是会用普通话去说这个内容 今天要说的就是好事给 有兴趣来韩国去游学的朋友去看 因为呢我们等会就会介绍 韩国的两家大学的游学院 有兴趣来韩国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看下去哦 那我自己本身我在韩国读的游学院呢 就是庆西大 那我之前是2016年入学的冬季入学 那时候是176万左右 就一个学期就是三个月左右 就是上午班 因为我们游学院呢其实是有分上午班还有下午班的 那我本人就是上午班 对然后冬季的话呢 我们那个游学院就是12月到2月尾的 你呢你那个游学院是 对于是一样的 费用是多少 我们分上午班跟下午班 嗯 然后上午班是163万 下午班是127万 然后上午班的话 就是外国人偏多嘛 然后下午班的话中国人或者越南人 对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刚读语学院的时候 其实上午班就基本上是没有越南的 但最近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就越南的学生越来越多 下午班 占了一半一半吧 一半是中国人 一半就是越南的学生 我那时候刚刚来韩国的时候 我是住那个学校的寄宿 那时候是那个寄宿是刚好刚新弄出 新的寄宿 就五十多万吧 五十多万 但他很好的地方就是说 他一出去那个寄宿在旁边 一分钟的 一分钟左右吧 就有那个 所以就比较方便 我刚来说我没有申请那个寄宿 所以我是跟朋友住那个外面的寄宿 但是你觉得好住是好在 他不用给那个保证金 我们那个要的 然后我当时是找那个房产中介 然后花了二十多万行元的中介 然后还有因为我们租房 要给房东五百万保证金 所以很多就比如说经济那方面没有那么好的话 你就可以去考虑一下 学校那个宿舍的话就不用交那个保证金 相对来说的话 他那个月租就比较贵一点 你有朋友一起来韩国的话呢 我就建议说 你去跟朋友合租的话会比较划算 我个人是觉得说 在韩国学那个学韩文的话呢 你学学的比较快 是真的我觉得 因为你来到韩国 你日常生活里面呢 你一定要用韩文去说话之类的 但你在比如说我在香港学的话 我就可能就只有那一个课堂上面说完韩文之后 我基本上什么时候我都没有任何机会去说韩文练习 但如果我在韩国的话呢 就除了有很多课堂之外 说韩文你日常生活中你也可以用到韩文 我当时来的时候什么也不会 从一集开始去的 然后 我当时 一集的时候 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然后就打戏了 很多人都会 然后一句多两遍 我很多朋友也是 他们刚来韩国就可能新鲜吧 对 一直玩 对 就一直玩就打戏了 所以我就说 努力去学 就可能那天这要玩的 你当天你最要学 不然很快就忘掉 Hallotalk 然后找了一个语言交换的那个小组 然后就是当时是我一个中国人 然后三个韩国人一起一起 然后他们三个人学中文 然后我教他们中文 然后他们三个教我韩文 对 所以你说 有些人为什么你说他来到韩国 就他韩文依然都是 跟你在 就比如说我香港嘛 我在香港学的时候 为什么 好像在跟韩国学的时候 那个韩文实力也差不多 我就是觉得是因为 来了韩国之后 他们也没有想要交外国朋友 或者是韩国朋友 所以就一直用 就只跟共通语言的朋友 去做朋友 所以那个实力就一直停留在那个等级上面 对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来到韩国 一定要交韩国朋友 或者是很多外国朋友 就尽量让自己多一点 有机会去说韩国 对 本身我读我刚说可能一条歌嘛 他就是比较平均的 他就文法 他都比较平均的 不会说我特别重视哪一个 所以呢 有 就想 不是特别想说 口语上比较好的 或者是什么写作比较好的话呢 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那个 就我们学校呢 就是这样 他有 分了好多 好多书 就这一本的话就是 文法 这个呢 就是 阅读 然后 紫色这个呢 就是 聆听 然后最后一个 就有那个 说话的 他也有分 就总共有四本 但 口流碟的话 就 我们是分两本 然后一本是那个 混沫课作业 嗯 然后 然后另外一本就是上课用的 教材 对 就 他们学校的话就 比较着重的就是 口语的部分 嗯 对 因为我们 一天的话上课是四个小时 嗯 分四个小课 一般我们是 前两节课都是 嗯 四点的差不多 就是学一些单词 嗯 学一些新的单词 或者新的语法 然后 用这些语法单词 去造一个句子 老师会分很多听 然后你们要用韩文对话 然后老师会让你们 顺序这样说 然后他会听你 你的发音对不对 然后 你语法用的也没有错误 他会跟你慢慢解释这样 其实我挺羡慕我朋友那个学生 因为我 读完之后呢 我才开始认识到其他 语学院的朋友 才知道我们学生 原来 就真的 我觉得语学院里面 我觉得 不太经历选 那个QINITY 不合 不合 就很多人里 就算读完六集出来 有很多人 就连韩文说的 就很不顺的人 也很多 但 反而就可能 Koryote的学生 他们三四集的朋友 就已经可以说得很好 因为他们就比较多说话的 机会 但 反 就相反的话 就我们学校写作是比较好 我是觉得 是吧 就像 真的吗 不知道耶 写作的话 也是最好听说 然后呢 第五个 很多人就很担心说 我一个人来到韩国之后 会交不了朋友 嗯 你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吗 有 你当初是 就哄着我 没有 我是 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 就是在 那个奋斗在韩国 啊 我在上面找了一个 numate 然后 他是北京人嘛 然后去北京找他 然后一起来 我跟你 也差不多 我那时候是 在香港的时候 那个中间帮我联络了一个 也是 一起来韩国 留学的朋友 然后呢 他也是香港人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们约了在 韩国之后呢 就一起见面 就一起上学之类的 所以刚开始那个 第一 一个星期 还有第二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也一起 怎么吃饭啊 上课 下课之类的 可能大家也有朋友了 就就就开始小人联络 但 反正你就很容易 因为我们在 读语学院的时候 会很经常有 那个 灰心 所以 你经常都会 跟朋友一起去 聚会啊 或者是吃饭 很容易 就会认识到 很多的朋友 所以 你 比如说你性格 不是很内向的话呢 我觉得 你也会很容易 找到朋友 在韩国 也会很容易 也会很容易 找到朋友 在韩国 有趣的视频 请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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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评订阅 再见 再见 再见